幹什麼 地理地 假設我是主管 假設我是主管 我是主管沒什麼了不起 我常有一些機會 跟許多的高階主管 在一起開會 還有一些分享彼此 在家務主管的一些想法 跟經歷 我們這些在當主管的其實平常 都還要在接受暫時訓練 隨時討演 甚至還要參加一些座談會 跟一些教練座談會 分享彼此管理 跟這個組織 這方面的一些 這個磨練跟訓練 好 因為我有這些想法意見 會整大家的一個想法 跟大家來做簡單的報告 想想看一般市場 的主管性在想想 如果 如果我收到的履歷 很多封 我最快進入 大概因為以前有應徵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臨時的工作 兩年的契約 我收到一百多封 真糟糕啊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挑 因為大家履歷都寫得非常好看 好 假設我是一個主管 主管在面對這麼多的 應徵函裡面 他不可能一封一封去看 那你想說 我怎樣去挑出一些 我要第二階段來接受面試的 用電風山吹嗎 對不對 還是用家裡的一個 這個狗去咬的 不可能 以前有個笑話 老師的考驗太多了 乾脆用電風山去吹 吹得越緊 分數越高 但是這個履歷 這裡也沒辦法這樣去做 基本上都是在四十秒 甚至一分鐘之內 就要決定這一封履歷的去留了 道理還要把它篩解出來 說乾脆就不要看了 免得浪費自己寶貴的時間 好 那由於哪一些 大家一定會寫 你學歷嘛對不對 你會透過全民營檢 中期還是高級啊 大家都會寫 對不對 那有些這樣的項目 譬如說 我有沒有運動 我有沒有去參加一些職工服務 我有沒有參加一些擔任社會團的一個幹部 這些東西都是加分 特別是對我這某一個行業 有特別有關聯的 譬如說 在銀行業有實習過 或者是我又拿到金融專業證照 這些都是加分的項目 這些都很重要喔 因為這些都是敲門專 一旦把你錄取進來 我們才是競爭的開始 同樣回到我剛開始跟大家想的 從你的SWOT上來分析 你的優點是什麼 你的缺點是什麼 你的缺點是什麼 然後我並不是說要能夠養散 就是說你盡量發揮到你的優點跟特長 去強調你的特點在某個行業的適用性 但是你對你的缺點也不要太過隱瞞 至少說你是很有心 能夠把你的端住 能夠把它補起來 這可以讓就是求職的一個單位 對你來講會感到興趣 好 你現在來思考這些特點 能氣 吸氧氣 吸不起來放在腦海裡 我老話一句 好 現在開始囉 結構 我不知道有沒有 有一門課專門在教你在寫語力的 或是說有些範例的 好 假設我是主管 好 你們是主管 你會想說我對一個履歷上面最起碼的要求 第一個 資料要正確 好不好 履歷有兩種 可以寫的好像在寫散文一樣 好 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CV 你的簡歷 我最喜歡看這所謂的CV了 簡單明瞭 正確詳識 特別是我在學術界 或是說尤其像兩老師有時候 會處理到一些國外的一些事物 好 從國外來的資料的 對個人的介紹都是用CV 好 所謂的CV 那CV是什麼你知道嗎 好 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你的簡歷啦 你的簡歷 你的這個 你的照片 你的姓名 你的性別 欸 開始按照你的學歷 你的一些經歷 貢獻 有沒有 假設我如果說我是學者 我可能會有一些著作發表的論文 簡單明瞭 不用多 頂多兩張就夠 兩張都夠 這是我跟許多主管的一個 构同的一個想法 寫的厚厚的一本的 我沒時間看 跟你講優先淘汰 優先淘汰 來 想想看 你會寫出哪些經歷 開始囉 我舉出範例 兩張老師跟大家講話 從來不打高空 請對看 來 第一個直轉 我連念都不想念 有人想要去念的嗎 好長喔 又臭又長 有沒有 頂多四十分 然後呢 好 那我還睡著了 OK 好 這個也許過小學生就寫得出來 好 你想想看啊 你的經驗力在哪裡 你把你的文書的 的一些禮儀 有沒有 我為什麼要教你一些文書的禮儀 跟一些進對應對 在自理行間裡面 我這個當主管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們內涵呢 跟素養如何 我重視的是 各位的一些 對事情的態度 而不是說 我在學校成績多少 或者說我在外面實習的 情況怎麼樣 因為為什麼 你這樣寫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有很多事情 不能騙人 就是你的文筆 你的組織能力 我可以從你的履歷 或者手邊的解體上面 可以一看就有解 不要騙我們 一眼就可以看出來 否則我們在這邊混了快二十年 不是 這不是玩假的 好不好 好 我今天是跟大家 蛋糕直入的 直接先入 好不好 第二 哇 這個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你覺得怎麼樣 好精采喔 有沒有 哇 這個好像是某個IT人員 所以IT人就是他指管人員 寫一個領利 好專業 連我都不懂耶 他大概是有把一些 比較專業的東西寫出來啦 或許有一些主管會看 但是你們想說 萬一說主管收了一百多封 或許能夠把它挑出來的機會 太多 因為稍微欠缺一些主持能力 好 這個同學 你去體會 你記不順其 好 記不順其 第三個 你覺得怎麼樣啊 你覺得怎麼樣 好 有沒有 一二三四 做文事亂詩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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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都是文事表達 文事表達 再怎麼樣 好 我還是要去看理衣的東西 仔細的 要去把你扒輸出來 可是老話一句 我如果說 我也是收了幾十分的履歷 你想想說 站在主管的立場 唉 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常常在處理 像我們這 常在外面分享理衣之能的 其實理衣的東西 絕對不是說上餐廳 你怎麼做 要怎麼要切 我從來不講那個東西 直接齁 就跟大家講說 你在應對自己 以退時間 用哪一些的一些 適當的表達 可以讓 你所要訴求的對象 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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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哲馬跡 可以知道說 你自己的本質學人 你的態度 還有 你的一些素養 還有一些氣質 這才是所謂的公務禮儀 這才是所謂的公務禮儀 這個基本上骨頭有了 肉呢肥肉一堆 80分還不錯 那有沒有可以再更好 有沒有可以再更好 可以啊 這個 這個 各位看 某一個大學 就是同學畢業了 他呢 從學校畢業 也許是某一學長 我假設啊 我寫的這個都是 一個case 一個假設一個case 仿造大學所謂的就是檢驗方式 簡單明瞭 有點像這個 這個邊緣史一樣 一二 成績在什麼時候 在哪個部門 然後他是負責什麼 我只要知道說 你那個時間你幹了什麼事情 是做了有哪一些成績做出來 這些東西啊 不但簡潔明瞭 我也知道你的跡下如何 也許你工作幾十年 頂多寫兩張 我覺得這也夠了 我看到這兩張履歷 我眼鏡維持一亮 我覺得寫得非常重肯 我會請你來面試 為什麼 你記履歷是第一階段 通常來講 一個有規模的公司 都會有經過面試的一個階段 完全 如果說要從一個人 要完全從文書上面來判斷 我覺得還是有他失準的地方 所以我們所有的主管 有時候一次標準 就算再忙 工作再忙 要挑人進來 我們還是堅持要有面試的一個機制 面試的機制 可是同學影響到 當我在丟履歷 我丟一百份履歷 假設都沒有得到主管的青睞 你丟一千份也沒有用 Garget in Garget off 怎麼樣都沒有用 你東西比較多 也許你喜歡三家公司 甚至一家公司你背景不可 你針對那家公司 完全來調查他的情況 了解他所有的背景 他需要怎麼樣的人 也許你 就中定 我們就是要精準打擊 目標鎖定 精準打擊 就跟我們現在最新高科技的作戰一樣 一點都沒有在跟你客氣了 你以為說像以前一樣 灑豆成冰啊 中有中一個的 沒有這樣子 除非 除非那家公司有問題 那家公司有問題 好不好 要請各位同學注意 先做斯瓦德分析 你先對你自己先了解清楚 我有哪裡欠缺的 OK 然後呢 分析清楚 我想要先從哪一部分去嘗試 對自己生涯上面有一些嘗試 有沒有 我現在開始在整理 今天跟同學分享一些脈絡 好 然後呢 欸 兩家公司不錯 我 學行銷的 我學器官 我學這些 這個 國企的 之類的 我想要到金融界去 我想要到 進出口 或國際貿易 去實行 去收集累積的經理 都可以 都可以 可是呢 剛開始 一定要有公司來入群 怎樣能夠讓對方 能夠青睞 先從你那一張領域開始 這是第一步 Step 1 好 假設 假設 如果說 你有機會 這方面 也獲得別人的青睞 請記得開始喔 我們所有的公務禮儀 或商業禮儀 最重要的是 你要從書面開始 我不會冒冒然然的 就請你過來面試 隨便一通電話 就找你來面試 那一定有問題 我不來講 是一定有問題 很高的一個風險 會存在 各位同學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書面是 在你還沒見到 你這個人之前的第一關 我會先把關 不然說 一個公司 在錄取你之前 什麼是接到你的第一個形象 就是你的履歷啊 不是嗎 所以你的公務禮儀 要從你的書面開始 當你有一些憤怒的禁忌 我就優先淘汰 我會先把兩疊 現在很多的 我們所謂的履歷表 都是用電子信的方式 你知道嗎 我的信箱 履歷表的信箱 有兩個字檔案 第一 優先考慮 第二 謝謝再聯絡 我只有這兩個字 就是這樣子 否則我時間上 我沒有辦法管理 我事情太多 我有開不完的會 我有接待不完的貴賓 我有主持不完的會議 我怎麼辦 各位想想 今天你是主管 今天你是我 你會怎麼想 OK 這就是這樣子 你的競爭力在哪裡 你的競爭力就是 異位原則 你換一個角度想 你會覺得說 我原來我可以 採取這樣的立步 你就會打起精神 我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理育學上面 第一個 別人的經濟你不要犯 人際關係也是一樣 你在職場上面也是一樣 你對老闆的一些底線 你不要去慘 比如說有些 有些公司裡面非常忌諱 有些談戀愛都 你知道嗎 有些公司不喜歡這樣子 有些公司裡面 不願意說你在上班的時候 玩投票 有些公司的話很奇怪 但是有一些 它是非常在乎你的 你就要去採人家的紅線 你會覺得 這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起啊 公司老闆覺得不喜歡 一旦你採到紅線 那你不是在這地方 待得下去 恐怕你就要立不高就 臨上你的所謂的 這個避見原則 你在找工作也是一樣 先把人家不喜歡的東西 你先避開 OK 第二個 你再用 轉換一個想法跟態度 來想一想 說哪些地方 我可以 針對對方的喜好 跟所求的人 來針對他 先我的女力 保證你的 這個 這個機會 會比較大一點 好 接下來 不錯 終於接到錄取通知了 我終於可以見到 諸行官了 欸 第二步開始囉 我要去接受面試囉 有沒有 我的面試 按照我們以前的統計來講的話 很多新鮮人 求說會說 哎呀 我不知道該怎麼面試耶 這個問題 去 這個前面 第三位 開始 你的形象管理 有沒有 要是剛才有跟大家分享 形象管理 你的身體上面 充足睡眠 不要再打線上遊戲了 OK 好 第二 你的面容上面 頭髮 頭髮 形象 有沒有 好 還有你各方面的氣色 這方面都必須要注意好 你的 整套的衣容 還有你隨身 要攜帶的東西 最重要 我常常跟同學講 在你在面試之前 你不要準時到 你最要提前十五分鐘到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塞車呢 或者是 萬一說你到人家公司去去面試 那 如果說人家要叫你填一些 基本的資料 你還是要需要一點時間啊 對不對 從容啊 你的態度從容 可以讓你聚於上風 請記得老師這句話 從容 可以讓你聚於上風 即便是老師在主持很多 國際的大型會議 我都一定會讓我自己會有做一個 讓我自己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還有自己覺得很匆忙的一些儀式 譬如說我會照鏡子 我會深呼吸 或者是 我會做一些比較 讓自己舒緩的一些方式 各位在面試之前 又何嘗不適呢 又何嘗不適呢 OK 好 怎麼打扮 來 你同學請你注意 淡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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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妝好嗎 鞋子 這麼高的鞋 注意 我等一下會分享喔 會分享 來 我開始囉 好 我們男生 就算不打領帶 請你穿一個西方貨合 或襯衫 如果說大家都是 走我們 譬如說金融 或者說商業這方面 我想大部分的 約主管 都是要求你 大概在商業上面 一些最基本的規範 如果我今天啊 大家我是 算是有面對一些 像是 設計學院 或廣告學系的 我這一段 我只能跟大家 稍微點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 也許他自己是走光公司的 公司文化不一樣 邀請都不一樣 可是各位同學你想想看 你將來 你覺得你會 第一份工作是找哪部分 除非你認為說 我不要再走商業界 但我今天講的 就是給各位參考 假設 你在走商業 或在走文書 法育這部分的話 對服裝上面的 形象管理是非常要求的 我並沒有講說 各位同學 尤其男同學 要跟廖老師穿了一模一樣 可是至少 你一個最起碼的西裝布 結在合身的一個襯衫 總是需要的嘛 對不對 好 那麼我們女同學呢 來 三億元者你聽聽看喔 兩件式套裝 兩件式套裝 穿包頭的鞋子 拜託不要穿兩鞋 那你漂亮的腳指甲 塗那個指甲油的 那是屬於你自己的 私人的一個社交移民 有沒有又來了 你私人的社交禮儀 你要穿多美就穿多美 你要小路相鮮 穿你旅行 這是你家的事情 好 這是你自己的私生活 你參加你同學的 那個結婚典禮 或是怎麼樣 都好 跟公司沒有關係的活動 屬於你自己的生活 這是屬於社交禮儀的範圍 可是我現在在講的 所謂公務禮儀 你要考慮到你公司的立場 這才是所謂的商務理由 好 你要你公司的立場 好那我今天要去應徵一個工作 甚至假設我自己就是 貴公司的員工 我會怎麼穿 你就那樣穿 好 如果你還是堅持自己要自我的風範 我只能講說 你成功的機率很低 OK 好 第二個 好 態度上面 很自然的啦 好 如果說你在回答 諸考官的問題 是就是是 好 然後你自己的態度要堅定 不要模擬你兩個 好我曾經有碰過那個同學 好 剛剛從學校畢業 嗯好像是 嗯對 嗯哼哼哼哼哼哼 這個我就覺得說 他對自己人比較沒有是自信 那也難免的 也許你在面對這個 諸考官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點緊張 但是啊 還是最重要的 你不要忘記什麼 不要忘記什麼 笑一下 笑一下 笑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好 OK 就算會緊張 臉 還是笑笑的 會給予自己的 帶來很多加工的效果 好 有一些喔 好比較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提醒 曾經發生過 你在面試的時候 手機突然響 好 這是非常 這個這個這個 忌諱的事情喔 好 我不是說各位同學 在面試的時候 不要帶手機 而是拜託 你把他調的震動好不好 調的震動 欸 我們講 我們當面試主好官喔 對很多小事情喔 你不能說挑剔 因為從這些種種的跡象來看 因為我沒有地方可以來 來評斷你這個人 我都會從小的地方 來看到你這個人的態度 你這個人的態度 你這個人的態度 因為為什麼 我們工作 久了之後 會開始會注意到說 你這個人的閒調性 跟別人的一些相處性 有沒有 我剛才有講過 中階段的一些考評 我會比較注意到這方面 來啊 還有就是 有時候主考官在問你 欸 講了一堆 你只講說 是 不是 那我不知道你到底 肚子裡面想的是什麼 OK 好 還有一些喔 譬如說 會 咖耀自己的一些瘋狂尾業 或者是 你會對我自己的工作有些隱瞞 特別是喔 中間喔 也許喔 有人是中間會有時間喔 就是說 譬如說半年或一年 突然之間沒有工作 有時候 你拒絕回答 我們有些 當主考官也會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說 欸 你前面那個工作 後面工作 中間為什麼會空斷 喔 我發現很多中間關係 會問這個問題 喔 那當然說 有人說我出國留學一年 你也可以這樣講啊 但是我希望說 大家的趨勢回答 喔 OK喔 因為這有一些是屬於要事務上面的東西 好 還有最重要 請你不要批評上一個工作 好 一旦你批評上一個工作 就知道說 你離職別人是有原因的 因為沒有一個公司希望說 他也成為你下一個應徵工作 被批評對象 OK 好 好 注意喔 開始囉 越來越細囉 越來越細 有的時候我們在市場上面 一些應對進退 會有所謂的尊卑的現象 同樣是在座位 好 做座位 哪些位置是 位置比較高的人來做的 哪些不是屬於我們位階地的人做的 為什麼我們現在很多的人都被批評說 哎呀不懂禮貌怎麼樣 可是一旦說 你不懂這件事情 一旦做錯 你知道喔 有一些比較高階的人會非常care 可是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那是屬於我們在做理物教育上面的職任 因為我們都沒有機會跟大家講一些事情 好 舉例來講 這個座位來講的話 從裡面進去 請問你會挑哪個位置 好 你會挑哪個位置 請你不要一屁股就做到最最最位 好不好 這個是我寫一套論我裡 這個比較深 我不跟大家講那麼多 我只希望說大家不要犯了機會 好 兩個位置 哪一個位置比較高 好 譬如說這邊有兩個位置 假設我要請校長過來坐 我會安排到哪個座位 我會請他坐到我右邊 這叫右手為尊 好 右邊為尊 假設一個場合裡面呢 靠上面地方 請上座 有沒有 上面為尊 有那麼大的場地 中間有一個桌子 那一定是主桌 中間為尊 比較靠近風景比較好的 或者是老闆坐那一邊 靠近老闆的 或者靠近主人的 那個地方比較 是比較 這個這個 這個比較尊重一點 那我們今天職場的一個年輕人 我們就乖乖的在旁邊進北莫座 不要一屁股就坐到那個老大座的位置 大家就會對你的印象 會有大感折扣 OK 宋老師 我非得要跟大家講不可 很多年輕人 住了公司之外 坐公司車 坐錯地方 老闆火的不得了 同學 我問你 假設 這是一個計程車 或公司車 你跟你老闆出去 你要坐到哪一個位置 哪一個位置 哪一個位置比較舒服 說說看沒有關係 這不是考試 來 來 右後方 好 那有年輕人啊 尖尖打開 屁股一坐 就坐這邊 那結果呢 這個老闆就對這個年輕人啊 掛目相看 這是糟透 好 OK 學習禮 工商物禮 就是不要犯禁忌 不要犯禁忌 有沒有 我並沒有講說你要做得多 但至少你不要踩到人家的紅線 來第二個 是這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夾中間 第四個 請你坐那個地方來付錢 好 這就是正位 這個主人坐的話 我也不想講 因為這個話 其實就到了一個地方 基本上 如果說主人來講的話 你第一位 要陪主人一起坐 如果你坐到後面的話 主人 就變成司機 就變成司機了 OK 好 那麼有一些在職場上面一些 小小的一個 一個 一些小小的一些 這個 關鍵 譬如說你懂得怎麼樣去拒絕人家嗎 這個 或者說 或者說怎麼樣去婉言的去 讓別人覺得說 不是去吊人他 也許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技巧 一些關鍵 到時候我再跟大家來 見面 好 接下來 沒有散過所謂的一些職場禮儀 或者是道德 或者是合理方面 我就挑起比較重要的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在工作上面 老闆為什麼要花錢來請你 就因為說 我花錢請你 你有一份在職業上的責任 你一定要對自己有所要求 因為我們在學校常受 常犯錯 也許還有在彌補 或在學習的空間 可是你要知道 在職場上面 你犯一次錯 也許你再也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們所有的事情 你必須要介性恐懼 介性恐懼 這就是所謂你自我的認識跟要求 第二個 你對你自己的責任上面 一定要很清楚 老闆請你來 是花了錢的 你對這份工作是有一份職的存在 好 公平是個分別 我們現在在職場上面 很流行所謂的 一些商業上面的一些 一些經濟行為 譬如說 大會 標會 現在已經很多公司 明令禁止了 第二個 在上班時候買股票 很多公司也都嚴厲禁止 說實在的話 因為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 你要的話 也許中午休息時間為之 這個東西要可能注意 請各位同學 在將來在成功進入一個公司的時候 一定要搞清楚一個公司的文化 對你的一些基本要求 OK 還有有些公司 他不喜歡人家做團購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子 你說這有什麼關係 好吃的鳳梨酥 大家一起團購 可是很多公司的管理者 他不喜歡在辦公室裡 這種私機機的行為 所以我講這些東西 很多同學都不知道這些分歧 甚至連職場 職場上一些 一些現在在工作的一些 這個構作者 他自己也對這方面 他都沒有最基本的概念 可是就管理者的角度來講 他是非常忌諱的 他非常在意的 一旦你做了之後 他也許沒有辦法幫你做處理 可是會影響到你的身前 還有很多的發展 好 第四個 什麼叫聖思明念是非的能力 來 這是我自己的case 老師啊 剛才有宋陽為同學那篇書 是這樣子 因為自己的著作寫的怎麼樣 自己我不知道 可是有一天啊 有個學生 大家彷彷彷講說 老師 我看到你的書的全部的內容 在網頁上面被人家登載了耶 還可以download耶 我嚇壞了 一則一息一則一憂 顯示我寫的東西 所以還有人願意說download啊 第二個 我會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花了一瓣工夫 有人侵犯我的智慧財產權 侵犯我的智慧財產權 後來呢 這個事情 因為我是委託 就是我的出版社 去跟對付 就是去報案 結果開庭的時候 對方出題的是一個小女生 所以小女生是跟我的年紀來比的啊 她才25歲 工作三年 她說啊 因為她是公司的所謂的IT人員 就是所謂的資管人員 她說登上去 我也不知道這是犯法的 而且是她公司的老闆叫她這樣做 出庭的時候 結果她出庭 在第二次開庭的時候 結果呢 公司的老闆講說 那都是她個人的行為 她被公司賣的都不知道 所以我從我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各個同學在職場上面的時候 你要先懂一點最基本的法律 你有沒有侵害智慧財產權 有沒有 老闆講的事情就是聖職嗎 一旦出了事的話 她會推得一乾而淨 第二個 個人資料保護法現在開始實行 也許你是從事業務的工作 老闆叫你說 很多的客戶的那個什麼資料啊 你想辦法去收集 甚至還花了一筆一塊錢 兩塊錢 或跟銀行去買資料 小心處罰 小心處罰 一旦出事來講的話 公司會跟你付連帶的賠償責任 但是你要付刑事責任 公司只付罰金型的責任 我這樣講 各位同學聽得懂嗎 一旦你碰到的時候 保證你自己會去查罰條 因為這個很多案子都寫理你 才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二十多歲 對訪律業不是很清楚 老闆講什麼 他聽什麼 OK 我覺得我一定要跟同學講 一定要培養你 盛世民變的一個是非 好不好 因為時間快到 我想要留一點時間跟同學 來做個交流 好 第一個 小地方喔 有時候人性關係不好 是從小地方開始 有人啊 使用銀劑的時候 連印了30張 可是一口氣走 他沒有按AZ 他沒有整個清掉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種小地方的習慣 會讓你的同事 會覺得你很討厭 所以一定要從小地方 培養起你良好的工作習慣 第二個 職場講倫理 講階級 你想說我現在是長時代的 沒有錯 可是職場上面的一些分際 是有在講職位的喔 講職位 因為現在所有的同學 你跟大家都是平起平坐 甚至老師也很好 大家 老師也跟大家打成一片 可是一旦你出了社會之後 哎呀 階級觀念啊 就出來了喔 就出來了喔 我們甚至在禮儀工作上面 都要分階級 要去安排的 特別像 我在國際禮儀上面工作 假設我把一個人的位置排低了 對方是會打電話來抗議的 我曾經辦一個國業 有一個邦交國的大使 他認為說 他的位置排在某某大使之後 他覺得他受辱了 這個是我自己的工作的經驗 我只是從這邊到來講說 除了社會在位階上面 是非常在意的 因為你對對方的一個位階上面的一些疏忽 也會導致你在工作上面的不順利 OK 這樣八卦 大家都喜歡聽 對不對 但是這是對我們職場 還有在機關性上面 最大的傷害 最大的傷害 聽就好 甚至都不要去聽 你避免在工作上面 牽扯到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煩擾 還有 小心喔 唯一大案例 說不定很多在座老師都知道 師兄唯一大案例 副辦公司喔 他是標的 他那個頭那個標案 沒想到他底下三千萬 結果他標在上面寫十二億 喔看著這個嚇唬了 我不知道說那個 那個頭標的那個人 我現在還活著嗎 對啊 那個太誇張了 我後來我再跟一個 一個我們在銀行界的一個同業打聽 他是怎麼戳掉的 原來是他們公司的老闆 怎麼樣把這個事情緣掉 他是按照底價 因為頭標 就是好像是 就是 就是十趴 十趴在當做他的 他的保壓 那個保證金 好像變三百萬 又不知道怎麼樣的法律規定 他是講的一百八十幾萬 所以副辦公司 實際損失一百八十幾 損失一百八十幾萬 我幫他還有一段影片 我之前在講一個企業上面 那個case案例 在講企業為例的時候 還特別把那個那一片蛋 放給大家看 哇 那個頭錯標的那個公司員工 臉色慘到好像跟殭屍一樣 好慘 很慘 小心 小心尾上 特別大家 將來有可能會再走銀行 或是說再走一些在商業界的 多一個零或少一個零 我跟你講公司會叫你負責的 小心為上 再提一次 慎小 這個謹小慎為 是一個硬暴力 好 因為你在工作上面 一些小小的錯誤 會讓你付出很慘的代價 好 我一定要跟同學講 好 因為像這樣的類似的案例 實在是太多了 好 最後 職場比儀 簡單來講 你也記得要那麼多 第一個 重新複習喔 人家的禁忌不要犯 好 人家的禁忌不要犯 三多原則 好 多微笑 好 多關懷 好 多傾聽 多 多聽少講 你的關係一定會非常好 好 好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在跟 我很幸運 我的工作的關係 可以接觸到很多很有名的 一個大師級的 大前演藝應該 應該不陌生吧 大前演藝 好 因為有一個機會 我跟他洽談了很分鐘 他只說 他希望現在 年輕人 你盡量去發揮自己的天賦 你想做就去做 好 他說 尤其像他已經七十多歲了 他寫了很多管理語 學的一些聖經大書 那個這個 一些唱教書歌 他一直在鼓勵我們在職場的人 你想做的事情 你不要聊在以後 職場上 你要活在當下 他說有很多公司的大老闆講說 欸 等我退休之後 我要帶著我那個老氣啊 去環遊世界 可是一旦你到那個時間 你的身體就不行了 你對年輕人來講的話 你要同時 你要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盡量讓自己的想法 你夠去發揮 重要的是 你覺得你興趣在哪裡 你盡量朝你的興趣發展 欸 也許你會對行銷 或說對一些商業的東西有興趣 或者你對運動也有興趣啊 那你為什麼不思考一下說 我商業的一些專業 在結合運動 或者也許你是可以跑到 一些運動公司的用品店去工作也做不定 是不是也可以跟你的工作上面 做一個結合 你思考一下 現在很多的 工作上面的一些職業上面的一些 分析喔 希望說 你的工作也能夠跟你的興趣 能夠把它結合一起 你會做得很突入 而且你會做得很常見 最重要的是 你會做得很快樂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好不好 謝謝 好 很樂